以前漸漸穩定之後有風聲說 中國要開放臺灣的路徑過去觀光 中國國台版標示 丹臺風消息 臺灣的六議會也說 兩法台翁需要向上開放 現在三三回理事項林筆宏 標示 目前最入階是風聲說 六月先開放最無情書 七月才開放觀光路由 台商關係在團出國 中國會在最近開放臺灣路徑 去中國路由 為兩法開放上台的交流 放出生意 但是國台版對這間的回應說 要慢慢等好消息 又問說兩法的航點 沒辦法開放到疫情進展 是不是掉在臺灣 兩岸圓圓圓的空中航點 遲遲不予恢復 扮演柴飛 這個事兒是誰幹的 我們也都一樣 都還是會把相關的情勢 透過兩岸兩會既有的機制 海區會回應說海基海減兩會 現在已經有的共同交通是很順 由委會也標臺兩法人員 往來的必須是對點開放 不是單方林 剛上跟法院說 目前兩法的過程是沒來往的改動 兩法政策可以調整的空間是很大 三三飛和今上合併會 下禮拜去中國 六月有機會開放上部往來 對疫情之後 兩法是一定要開放團體 翁來 觀光局表示說 我們是歡迎中國的路徑來 觀光這個立場不改變 但是開放是有關係 就對點關節 留委會會照整體政策來檢討 觀光局會配合政策隨時來調整相關的作為 記者綜合報道